OK 就在創立愛蒂莫之前 我在上海工作了17年 之前呢我是一個品牌的設計師 因為家庭長期的分隔兩地 小孩子不在身邊 那時候都會忍不住問自己說 爸爸在家裡的角色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芭比 有 真的喔 還有 難道純粹只是賺錢機器嗎 還是說只是留在FaceTime上面的印象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難道我要錯過最珍貴的時光嗎 原本我們都一起住在上海 但是因為小朋友的教育 我們決定我先帶小朋友回台灣 但是長期分隔兩地 覺得這不是很好的方式 於是我先生就決定放棄上海的工作 買了一張單程機票回來台灣 Timo呢其實他是義大利文 有瞬間跟時刻的意思 跟英文的Moment是同意 我們用愛來連結家庭 來連結跟孩子之間的關係 D呢就是我太太的名字 莫呢就是我的暱稱 為了孩子放下繁華 回歸單純 陪伴孩子成長 走向創業之路 因此艾蒂莫AteMo由此誕生 靜木對孩子是很有啟發性的意識玩具 可以培養孩子的耐心還有空間的邏輯 也可以促進孩子收眼協調和小肌肉的發展 由於自己的孩子也很喜歡玩積木 所以創業的時候就思考 如果能將共享經濟和積木結合 讓更多的孩子可以玩到更多的積木 並且可以學習抑制課程 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為了有效的解決積木的收納問題 同時也讓爸爸媽媽有自己的休閒時間 基於這樣的起心動念 我們決定開了第一家 以共享積木跟兒童意志課程為主的遊戲空間 艾蒂莫目前在大直內湖民生都有店面 而且每一家店都擁有400組以上不同的合組積木 讓小朋友自由選擇 自由拼撞 還有積木堆砌課程 除此之外還有競技疊背課程 跟DIY的手作拼鬥課程 我們也和專業的團隊合作一起推出 兒童程式語言課程和3D列印課程 讓艾蒂莫的課程更加豐富 期待艾蒂莫未來在全台灣都能夠有分店 成為積木遊戲兒童意志課程的連鎖品牌 培養更多的孩子有趣學習並樂於分享 讓應愛而生的艾蒂莫陪伴更多孩子成長 就如同陪伴自己的孩子一樣 成為你學習的教育 作曲辯作人